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此人掌握顿空服 向来不是下级修士 这家伙是通天境顶级强者 难不成是为了您的神兵 若为神兵就不会浪费时间在您身上 估计过不了多久自会见分晓 你受伤了 那个下界天骄势力很强 而且执掌神兵 就连身边的灵宠都有神剑可用 查清身份了吗 曾经的灵魯之王 林晓天之子 原来是他 哼 本公子倒要看看 他的儿子有几分能耐 晚清姐姐明天在星辰阁宴请各族天骄 林公子记得准时赴约哦 主人要去吗 有家人相邀为何不去 正好可以看看陵路上的天才 道蒙于清风赠紫玉火灵珠一颗 祝苏小姐青春永驻 星辰殿墓玄峰 现圣街玄玉火甲一套 祝苏小姐五蕴昌龙 天眼蒙刘朝阳 送天眼谷一课 祝苏小姐早日登临绝颠 多谢 晚晴 还有客人要来吗 他来了 林公子 请坐 这位道友 你来参加苏小姐的生日宴 怎么连礼物都不准备啊 生日宴 我忘跟林公子说了 你看 他根本拿不出像样的礼物 笑话 我主人何等身份 天底下还没他拿不出的礼物呢 这般夸口 也不怕傻的舌头 未带礼物 是林某思虑不争 苏小姐有何忠义之物 尽管开口 林某即便散尽家财 亦当竭力满足 林公子与我有救命之恩 你能来敷衍已是欢喜 不必拘泥于繁俗之物 此言差矣 表妹今日成年 何其重要 既是朋友 更该有所表示 星辰塔第九层 有一件上古神器星辰珠 一到夜晚 就能演化漫天异象 依我看 只有此等宝物 才配得上晚清 那宝物我也听说过 我知道那东西 晚清姐姐若得到 她日回归上界 定能为人所目 胡闹 据收星辰塔危机重重 千百年来 只有三人到过第九层 却无一人拿下星辰珠 据我所知 你父亲便是三人之一 父亲求我 说不定有意外收获 林道友 莫不是怕了 怕 林某还不知怕字怎么写呢 既然诸位有雅致 在下便去探上一探 星辰山有神级大阵护持 若无正道称神之姿 无法入内 不错 没有两把刷子 连湖中的上古巨蜥都打不过 更别说进山 一群没见过世面的家伙 小小星辰山而已 主人弹指可破 哥 真的要去吗 连通天晋强者 都不敢轻易射足神级大战 凌是第三司啊 来都来了 有何拒之 凡人 这里不是你能来的地方 退下 其实准通天晋也敢放肆 你手中是什么兵器 自然是神兵 就这么跑了 没见 他那兵应该是虚神级神剑 的确是个奇才 不过 神级大战被激发了 凌公子该不会有危险吧 他速来稳重 既然敢闯山 想必有把握 好 ож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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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